我們到競技場了 養蕙燒 到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冒乾 很妙齁 我們現在是下床要觀光的話 要先搭紅通號的接駁巴士 然後來到這個港口的時候 可以看到旁邊還有滿多人 在賣One Day Tour的行程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預約好巴士了 我們就是往外走 然後去找我們的巴士 接著我們要進行我們的羅馬觀光 各位 經過一個小時的車程 可以看到羅馬經濟場在那邊了 然後我們現在第一站呢 除了要去競技場以外 我們還要再去廁所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連續走一個半小時的路 如果走過錯過不要路過 錯過的話 下一次可能要在路邊解放了 真的是很壯觀啦 一整個超級壯觀的 我們現在從對面走過來了 然後呢 現在要一路再往前走 暫時呢 就這一次不進去了 因為沒有時間 進去的話呢 花錢是小事 但是要排隊兩個小時 哇 我們沒有那個時間在排隊啊 所以排完之後可能就要回到船上去了 看到排隊真的非常的漫長 哇 哇哇哇哇哇哇 要往下走了 cabobe et 趁快讓我們回首 hui suu poi et 进擊場 進擊場 ו哦哦哦哦哦哦哦 sådan 魯馬來了 究竟呢,再帶大家看一下魯馬競技場 出來跟大家一起玩真的很傷喉嚨 郵輪上面也蠻吵的,聲音也蠻大的 然後呢,一直在幫人家翻譯 人家都,全部人員都朝我這邊來 然後全部的人又要再問我說 在賣什麼在賣什麼 所以就一直在講話 然後就根本沒有辦法有機會好好休息我的喉嚨 我真的,沒差啦 就出來玩,然後帶大家看一下 前面那個地方就是海旋門啊 這邊呢,這個主門呢叫做軍事海濱海濱 1700年海濱海濱 國皇帝的二軍事海濱大陸 然後這個叫做 對,它的一個小海濱 那個叫做 好,我們到競技場了 一樣會燒 走了 踩在2000年的石頭上面 趕快踩踩踩踩踩 2000年 趕快踩,踩2000年的石頭 現在呢,我們是要前往意大利的中列池 然後呢,周邊的話呢,這也是步行天堂呢 就是很多步行的人士都在這裡 然後也可以有一些街頭賣意的 然後呢,可以看到很多表演 但是因為 平常呢,應該可以是擺一些賣水啊 賣食物的 而這邊的話呢 現在目前是有限制 所以就是只有賣意的這樣子 哇,還蠻酷的 有一種呢,體驗當地的感覺 然後跟著這一群歐巴桑在走 哈哈哈哈哈哈 賣意的,包括是懸浮的 這邊都有 我們現在就一路往前走 走到前面去 那當然呢 你如果問我說 這邊有沒有爬手 有沒有騙子 那種兜售的啊 那些人還是蠻多的 畢竟觀光地區嘛 就是有陌生人靠近 就是還是要小心了 你怎麼陌生人都走到你旁邊的時候 還不自覺 然後就把你整個人拖走 拉走 可以看到呢 左手邊呢 這個是羅馬的市中心 2500年前就已經蓋好了 然後現在呢 市長上班的地方呢 就是500年前的一個大樓 哇 很酷耶 在古蹟那邊上班 滿滿的就是跟那種去希臘啊 土耳其看的一樣 就是神殿啊 然後這個路呢 是200年前來修好的 之前都是你土地 然後養牛啊 養啊之類的 很酷耶 很酷耶 覺得走在這裡啊 真的是還滿舒服的 這步行不見到這樣 哇 現在大家在拍的是 2000年前的防火牆 然後牆的後面就是現在 羅馬有錢人住的地方 坐在那裡啦 所以我們現在進到了 有錢人的區域裡面 哇 可以住在城堡附近的 真的都是好呀啦 你知道嗎 你住在那裡 我住在那裡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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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古斯都環地 就是那個很多那個衣術回廊啊 或是美術廣啊 都會有它的雕像 然後呢 然後呢 它也是號稱那個羅馬的美男子 然後它是凱薩的鋼兒子 哇 兔耶你看 上面還有一個鴿子 那不是鴿子 那鴿子啊 海鷗在那邊給他殺野 抜桿 我們默默地就走完了他的帝國大道了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他們國家的象徵也是他們的忠烈池 就是你知道台灣的豐公尾頁全部都是寫在忠烈池裡面 所以他們義大利的豐公尾頁也是在這裡啦 十萬噸的大禮池砌起來的 然後上面的話騎馬的是那個將軍是義大利的國父 然後下面還有聖利旅神 唯一整個就是他們的豐公尾頁都在這裡啦 超級壯觀的啊 真的是古城啊 我們就這樣穿越了沒有紅綠燈的地方了 然後一群人就這樣走狂衝 哇 這次來義大利也是還蠻意外的 既然有蠻多地方都沒有幫馬線沒有紅綠燈的 所以就是真的要一群人這樣過去 不然真的很恐怖 然後現在呢是要去那個維尼斯館館 勇敢的過馬路 在古蹟區啊 隨便隨隨便便都是幾百年 剛才走在兩百年前蓋的路 現在呢走在四百年的一個磁窗上面 然後早先又走在一個兩千年的路上 哇 然後隨隨便便呢 每一個大樓的年紀都比你還要大 然後另外呢 剛才導遊有提到呢 就是在這裡啊 全部住的都是有錢人 因為呢 這邊的房價非常昂貴 如果你的工資不夠高的話 你可能一輩子都住不起啊 你的錢全部都交給他了 所以呢 這裡的房產呢 就是以前的政府 或是我們講的貴族 或是修道院的土地 然後一般的老百姓的話呢 是住在二十公里以上的外面的郊區 哇 真的 還是貧富是有差距的啊 他的房間 就是貧富是一代inski的那個 全家就放在那裡 還是貧富和那裡 不是賣賴的嗎 沒什麼 要是買了 這個東西 它的房間 也是只有借給他 在那裡 這兩千年 一萬人 雖然 但是 他們 現在我們來到了旺城店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說還蠻多人都集中在這裡 因為知名的觀光區嘛 那另外的話呢 後面的話呢 就是許願池了 這邊還有買車呢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排隊 要準備要進去 義大利美男子拉菲爾的木蛙就站在這個地方 這裡真的是建築奇蹟耶 上面那個圓頂啊是空的 沒有任何的玻璃也沒有任何支撐喔 然後它的正下方就是有一個排水孔 就水從上面下來 它就在下面接著 然後繞一圈它完全都是圓的 現在所有的圓形建築啊 都是模仿這個萬神殿的圓形 我覺得超厲害的 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的紀錄 所以現代的人根本也不知道說 要怎麼樣去蓋這樣的一個萬神殿 啊就是你知道嗎 我們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建築奇蹟 現在都是一個迷啊 這個許願池的柱子啊 還有那個萬神殿的柱子啊 全部都是從埃及過來的 真的是非來不可啊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我給你oun一張 有很多東西 我給你一張 那些人 有很多東西 我給你帳一個萬神殿的 在世界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